业务報告及執行 現在本身宣佈今天會議正式開始 首先向大會做醫孩報告 第一,現在我們局長 教育局局長在业务報告前 先介紹本我們教育局的官員 业务報告時間為10分鐘 第二,依據台南市議會議員執行辦法 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執行 第三,我們中途休息的時間 本身的財官差不多是12點多 不一定要到12點半 我們會報的議程是會報兩點就繼續 現在先請教育局長介紹首屬人員 其業務報告 九點就開始了 會議選委 彩議選委 日總 就我們兩個而已、沒有三個呢 要開始吧 好我先來補一下 依照我們的意識規則 我們審查一算是主條審議 我不管你們三個三個教一人 我的意思就是國中國學 你們自己要做母教來的事情 我就是國中國學 要求依照我們的意識規則來 你們一次要拜五經 十經你去拜 271經 你要拜十幾日好 二十幾日好 就是一經一經要來 叫人來聽我念獨鍊給他聽 好啦 我說的不是 你們醫師規則就太過分了 不是啦 我在會議新聞啊 在跟你們說 你們不能夠的時候說 校長來的因為自己又要全部解割 那是不可能啦 我們先從我收到錢 還沒到我們起爭議的時候 我是根據大會通過的醫師規則 國中國小 我要念獨鍊給他們聽 所以你們不能這次說全部 你如果這次全部都要給他 你們早上的事情我不管了 我就是出條審議 一條一條黏我一條一條要來問 你知道嗎 可以跟議員說 英務院有的人 全世界最第一的局長 局局長而已 你看我講的意思你就知道 氣氛不好 好救命啊我知道 今天是那個業務執行 我先跟你說嘛 你不要告訴我們 人家說一條國中國小 一條全部都要跟他想說 沒什麼事情 好啦 不是不一定 我們請那個局長來報告 謝謝主席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我們與會的同仁 我們副局長王坤元王副局長 我們陳憲民陳副局長 我們蔣明娟蔣主任秘書 我們會計室主任林湘君林主任 我們客發科林一順林科長 學府科楊明達楊科長 那我們體育處吳國民吳處長 永續科林古達林科長 大家好 我們秘書室林永祥林主任 大家好 我們特幼科代理科長 許婉欣許科長 我們社教科代理科長王小慧王科長 我們南營科學教育館 何秋蓮何館長 我們家庭教育中心 張碧穎張主任 還有我們人事事談主任 談光澤談主任 以及我們正峰市的莊舒婷莊主任 那接下來我要做業務報告 主席還有各位議員先進 以及在媒體前面的 各位重視我們大台南教育的各位觀眾 大家早安 那現在由教育局來進行 我們這次第二屆第四次定題詐會的 這個工作報告 那我們工作報告的這個內容 也是分成十大部分 首先第一個是在提升學校的教學品質 跟建立優質的教育環境這個部分 我們持續推動12年國教 而且我們台南市呢 進行免試跟特招分發的這個一次分發作業 那麼在1060年度的這個作業的方式呢 我們也已經在今年的1月22號公告 提前讓學生知道我們超而比序的這個項目內容 那第二個就是在增長教師專業發展這個部分呢 我們針對老師的課程領導 跟社群的這個部分呢 加強持續的來辦理 那我們也持續推動所謂的教學卓越的計畫 那我們今年呢 獲得全國一金二銀四家座這樣的一個成績 非常的亮眼 那另外我們也在學校呢 推動所謂的這個學校特色跟教學正常化的這個部分 那以我們在空間美學發展學校特色這個部分呢 我們台南市在今年呢 有19所的國中小呢 獲得特優跟優等這樣的一個成績 那此外呢 我們在這個105學年度呢 也積極的辦理學校型態的這個實驗教育 那目前通過審查的呢 包括我們虎三國小光復國小跟這個口皮國小 那106學年度呢 有這個新營區的男子國小 會來推動這個實驗教育的部分 那第二大部分呢 是有關於我們強化國際的這個英語能力 來推動這個雲端策略聯盟的這個部分 我們持續的推動國際英語春跟這個行動英語車 並且呢 運用網路資源 來訓練我們學生的這個聽說能力 包括我們運用國教署的 Core English的這個平台 以及我們台南市自己設置的 這個ITES的平台來協助學生 那其實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呢 培養我們學生的這個英語能力 以及呢 跟這個國際呢 能夠互動 所以我們也引進了這個外國的 志工學伴等等的 來強化我們學校在英語教學方面的這個提升 那我們也增進學老師在英語素養上面的提升 那此外呢 在資訊教育方面呢 我們辦理了全國第一個這個FaibLearn的製造者年會 這樣的一個大型的活動 那另外呢 我們也在城市教學教育方面呢 有多方面的這個著力 那尤其是呢 對於偏鄉的這個數位扶植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呢持續的來加強 希望呢透過網路無國界這樣的一個目標呢 能夠讓學生的學習呢 不會因為這個空間上 距離上面呢而受到了影響 那第三部分呢 是照顧偏鄉弱勢的學子 來強化教育正義的這個均等 那這有幾個面向 包括呢 小型及偏遠百人以下的這個學校午餐補助 經濟弱勢學生的午餐補助 那弱勢學生的教科書補助 以及清寒優秀的學生的這個獎學金 以及呢原住民學生的補助 那在多元照顧弱勢家庭這個部分呢 包括社區生活營的這個校園輔導 夜光天使點燈專案 還有呢我們持續推動新住民的學習中心 那強化呢這個新住民 以及新住民子女的這個相關的能力 那在幼兒教育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推動了二到四歲的幼兒教保券 公立幼兒園免學費 五歲幼兒免學費 以及中低收入戶的這個幼兒補助 那尤其是在公立幼兒園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持續的來推動這個客後流圓的 這樣的一個這個部分 那也這個來辦理低收入戶 以及家庭寄養幼兒教育的這個補助 那在特教學生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持續進行生障學生的這個補助 而且也包括了在家教育代金 特教生助理員 還有兼任治療師 這樣的這個多元的服務 那第四部分呢是完善幼兒教育生 跟特教服務品質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呢持續辦理所謂的 教育保品質的優質化 然後呢也加強我們 幼兒園在教學卓越的這個生根計畫 這個部分我們今年 五王國小呢獲得了 教育部呢教學卓越的金子獎 那此外呢我們也持續的改善我們公佑的 這個教學環境設備 105年呢我們就爭取了 教育部1億多元的這個經費 那從合併以來呢 這個累計的金額呢已經將近6億 來改善我們公立幼兒園的環境 那再來就是 教保環境合法化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持續進行呢 這個幼兒園的評鑑、訪飾 還有公安的這個基查 那另外在教保人員專業化這個部分呢 我們進行園長的儲備培訓 以及教保真能的相關的研習 那此外呢我們為了讓教保資源呢 可以跟社區呢做結合 所以呢我們也成立了社區教保資源中心 包括呢在永康國小富幼、協進國小富幼、 男子國小富幼 以及呢這個勢力麻豆幼兒園 那我們在今年的8月呢 也新設了學甲社區的這個 這個教保資源中心 那這個中心呢它也辦理了 相關的這個教保問題諮詢啊 圖書借閱 包括呢親子講座、親子互動 等等的這個活動 那另外呢在完善特教的這個輔導 與師資人力這個部分呢 我們呢進行寒暑假特教班的這個 特教生的照顧專班 那也落實尋回特教 這個學前的尋回輔導 以及呢持續的來改善呢 我們特教資源的教學設備 那也精進呢我們特教老師 相關的教學知能 那在特教生的安置鑑定作業這個部分呢 我們呢建立了2到15歲的這個特教系統 那尤其對於學前特教這個部分呢 有這個發展遲緩的這個學生 幼童 我們也加以的呢來做這個篩檢的工作 那也做適性的輔導安置 那至於小一到國二的這個 學習障礙的部分呢 我們也持續進行鑑定的工作 那第五部分呢 是適材適性的多元學習 營造優質閱讀環境的這個部分 我們配合12年國教 我們進行學生適性輔導 尤其是呢在這個 演示入學跟特招的選題人志願這個部分 那另外我們也跟我們台南市的 這個大專院校呢 來進行所謂的技職策略聯盟 那提升呢我們國中老師 對於技職教育這方面的認識 那我們也持續辦理呢 這個國中技藝教育 有抽離式的這個課程 或者是辦理專班這樣的方式 那我們呢 全市的國三學生裡面呢 有來參與我們技藝教育的學生呢 佔了34.18% 這個在全國呢 各縣市來說比例是相當高的 那另外我們也持續辦理了這個 這個技藝教育 並且呢我們呢 從去年開始辦理技職博覽會 所以我們今年2016年呢 是辦理第二屆的這個 這個技職博覽會 那這次技職博覽會呢 我們除了邀約高中職校 技專校院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呢 我們還跟產業界呢 做了這個連結 那之外呢 我們在這個天文科學教育的這一塊 我們持續的在我們南營天文館 辦理相關的這個活動 那尤其是夜宿天文館的活動呢 非常受到民眾跟家長的喜愛 那此外我們也推動了南營天文館的 團體套裝的行程 那另外呢在學校我們也推動天文教育 包括成光天文天文遊俠等等的方案 那此外呢我們在科學教育的這一塊呢 我們也這個 與成大等大專院校 那以及呢我們市府呢也編列相關的這個 充實國中實驗室的相關的實驗設備的這個經費 有1300多萬來這個持續推動我們的科學教育 那另外我們也規劃就是在我們這個未來呢 要持續推動所謂的Maker 製造者基地的這樣子的一個精緻創新的科學教育 那在閱讀計畫這個部分呢 我們持續推動校校閱讀磐石的計畫 那我們今年呢也有五所學校 獲得呢全國的這個獎項 這個這樣的成績呢是全國呢排名呢第二的 那另外在資優教育跟這個藝術教育這個部分呢 我們持續的來辦理這個相關的推展活動 那尤其是資優教育方面呢 我們加強了創造力方案的這個推動 在我們的新市國小 新南國小 這個義載國小等等的學校呢來辦理 那另外呢就是呢我們呢也持續辦理呢 這個兒童文學月的活動 那今年呢在兒童文學月的活動裡面呢 我們呢增列了客家文學列車還有天文與文學 這樣的系列 那我們在推推書這個部分呢 跟我們的這個大台南公車去做一個結合 那另外我們也鼓勵各個學校呢 用畫我家鄉的這個方式呢 來呈現他們所在繪本教學上面的一個成果 那第六大部分呢是發展法制品德教育 推動友善安全的校園 那麼我們法制教育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反詐騙的宣導 另外呢我們有法律達人的這個活動 那生命教育這個部分我們今年 也有三所學校獲得了教育部105年 生命教育的特色學校跟這個集合人員 那麼在品德教育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有六所學校 融獲這個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的這個表揚 那在反暴反毒反霸凌的友善校園這個部分呢 我們持續推動防治藥物濫用的宣導 以及這個生化紫錐花的運動 那以每個學期的開學第一週 視為友善校園週 那麼除此之外呢 我們協助這些中措的學生呢 復學 那也辦理所謂的這個中介教育 還有呢進行這個高關懷學生的體驗活動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我們的學生呢 他本身他也許不是那麼喜歡到學校 但是我們透過不同的體驗教學 或者是這個技藝方面的教學 來提升他們的興趣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落實三級輔導的這個部分 尤其是我們在台南市呢 持續來推動所謂的修復式正義 讓我們的學生呢能夠透過輔導的方式呢 來讓他呢在各方面的表現 尤其是在心理素質上面呢可以更為提升 那另外呢輔導這個部分呢我們也配合 十二年國教的這個世信輔導的 來進行所謂的生涯發展教育的這個部分 那在性平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以每年三月的第四週呢 為這個性平教育週 那各校呢都會辦理相關的活動 那另外我們呢也呢這個對於學校 在調查性平相關的這個智能方面呢 有所提升來這個培育呢 所謂的這個進階的專業的人員 那麼第七部分呢是強化整建校舍的工程 維護校園食品的安全 首先要跟大家報告的就是呢 在0206的這個地震之後呢其實有很多學校 是受損的情形 那我們呢在緊急的搶修搶險 跟一般的這個修繕補助 以及呢高震損校舍的這個拆除 還有呢我們申請行政院 災後復健工程的這些經費呢加起來呢 達到兩億兩千四百三十八萬 那直接呢挹注給學校 希望能夠提升呢這個校園安全 那另外就是呢我們呢也加強 對於呢校舍的這個安全有疑慮的 耐震度不足的這個校舍呢補強 或者是拆除重建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配合行政院的三年的這個公立 國中小校舍耐震能力及設施設備改善計畫 我們也提出了這個申請 那我們目前呢在這個有關於校舍拆除重建 這個部分呢我們申請的金額呢達到十八億 那除此之外呢這個補強的部分呢 我們也在我們106的這個預算裡面呢 編列了七千七百七十三萬五千元 要來做我們這個老舊校舍的這個補強的工程 那再來在低碳校園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進行節能登據的這個更換 那今年呢特別呢就是我們做這個 校園安全的這個部分呢就是監視系統部分 我們市府呢編列了兩千九百多萬 那另外我們也申請國教署的經費呢 一千六百多萬總共加起來是四千五百多萬的經費呢 來益住在我們學校做這個校園安全的改善 設施設備的改善 那另外呢在補強工程這個部分呢 我們還是持續的進行 那目前呢總共有十八校二十八棟的這個工程呢 在進行當中 那拆除重建的部分呢延續性的工程有六所學校 那新增的這個有四校 包括家裡國中永福國小 原品國中跟官廟國中的這個第二期的這個工程呢 也都持續在進行當中 那另外呢我們呢注重學生的這個健康衛生的部分 我們今年在預算裡面呢編列了 廁所環境的這個整建經費總共兩億零二十五萬 那持續的補助給學校 那我們在106的預算裡面呢 也再次的編列相關的經費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在口腔衛生及視力保健 還有健康促進的行動研究方面呢 都得到了全國的這個獎項 生活教育部的這個肯定 那麼在加強食品安全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落實做食材的這個檢測 以及呢午餐的積茶 那麼這個午餐積茶呢 是聯合農業局跟衛生局一起呢來辦理 那另外我們也是率先的進行 所謂的午餐食材的登錄 那另外呢我們談是呢 也持續的來推動所謂的在地食材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目前呢不管是在蔬菜類或者是在這個水果類 蔬果類等個的比例呢都達到15%以上 這樣的一個標準 那另外校園安全裡面很重要的呢 包括這個防災演練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呢也持續推動防災演練跟防災的教育 那另外呢今年我們西門國小跟白河國小呢 也獲得教育部104年度學校防減災 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的這個基優學校的部分 那第八個部分呢 第八大部分是推動全民終身學習 營造幸福快樂的家庭 我們全台南市呢總共有7所設大 那有37區呢都有這個樂齡學習中心 那另外我們還開辦了全民數位學習班 數位機會中心 那也鼓勵呢這個民眾來投入呢 這個教育類的這個志工服務 那我們上個禮拜六呢在麻豆總也就辦了一個 這個樂齡的成果展 吸引非常多的民眾到場去關心 給我們鼓勵 那另外呢在這個健康幸福家庭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持續辦理親子教育啊 婚姻教育倫理教育等等的 那另外呢我們也培訓相關的這個志工 甚至呢我們進行個別化的這個親子教育 就是對於呢這個特殊的案例呢 我們給予呢輔導跟訪事 那另外呢第九大部分呢是深化藝術教學 辦理本土及海洋教育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持續推動藝文教育的這個部分 那除了一般縣市所辦理的 像這個語文比賽啊音樂比賽啊之外 我們還進行這個鄉土歌謠的比賽 還有呢這個所謂的傳統藝術的比賽 我們也補助呢相關的學校來發展 傳統藝術的這個藝能團隊 讓學校呢可以更加展現它的特色 讓學生呢有多元這個展能的機會 那在本土教育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持續開設本土語言的課程 那也進行了校長啊主任啊老師啊 相關的本土教學的研習 那也鼓勵我們的這個老師跟學生呢 參與相關的課語啊閩南語啊 或者是原住民語的這個認證 那我們在原住民語的認證方面呢 已經呢這個全國11年罷了 我們的這個績效呢是最好的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也辦理本土語言的相關的 這個競賽的活動 那像我們上個禮拜呢也承辦了全國的客家的藝文競賽 我們台南市的學校呢參與的也非常熱烈 那另外就是呢我們也做這個客家的這個 生活教育的發表 也深得呢客委會的這個認同跟鼓勵 認為我們做得非常好 那在原住民教育的這個資源中心這個部分呢 我們今年持續辦理原力與你同在的計畫 也就是說呢做這個原住民的這個智慧遊學 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在新住民的語言教育這個部分呢 我們從104學年度開始推動 那尤其是在粵語的這個部分 因為經過我們統計呢 我們新住民的這個子女啊 47%以上呢是越南的 越南的越南級的 那所以呢我們呢就辦理越南語的教學 那我們今年105學年度呢 除了擴大來辦理這個越南語的教學之外呢 我們也辦理這個小小解說員競賽裡面呢 有國小的越語組 那另外呢我們也辦理親子 新住民親子的母語比賽 那另外呢也申請教育部的計畫呢 來辦理新住民的語文樂學計畫 那透過呢不同的方式 來協助我們這些新住民的子女呢 來學會講他媽媽的這個語言 那另外呢在海洋教育這個部分呢 我們持續推動這個海洋教育 那我們在104年的海洋教育的成果呢 也獲得了這個全國第一名這樣子的一個成績 那我們的相關網站的評選呢 也獲得全國的優選 那我們在海洋教育這個部分 其實很強調的是體驗學習的這一塊 就是我們不是只是在書面上認識海洋 而是應該讓孩子呢親身的去體驗 那最後一部分呢是培訓學校體育 體育專才建造國際棒球城市的這個部分 我們一般學生的部分呢 我們是強調這個體適能的提升 所以呢我們在這個體適能的檢測站呢 從104學員度呢設置19個這個站 到105學員度呢我們擴增為21個檢測站 那另外我們也持續的推動游泳教學 然後補助相關學校呢進行這個游泳教學的活動 那麼在優勢運動項目的這個部分呢 也持續的來辦理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跟教育部呢 體育署申請所謂的基層尋守訓練站的這個部分 那希望打造呢國小國中跟高中呢 能夠有一個三級培訓的這樣的一個體系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持續的辦理 所謂的大型的體育活動 包括鐵人三項啊包括馬拉松啊 包括這個棒球的運動 那最主要呢是希望呢透過比賽的方式 讓有相關領域的這個選手啊學生 他們都能夠來參加 另外呢也是呢做這個學校 做我們城市的這個行銷的部分 那在建立國際棒球城 扎根三級棒球這個部分呢 我們現在呢全台南市總共有19校 這個三級棒球的這個成立 那我們每年呢也挹注了一千兩百多萬的經費 給這些學校跟這個選手鼓勵他們 那另外呢我們呢也持續的來推動 所謂的社區棒球的部分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說希望可以讓 這個小孩子他們呢透過這個家長跟家長之間 學生跟學生之間的這個連結 成立所謂的社區棒球隊 那我們現在全台南呢也有22隊的社區棒球隊 那這些志工家長裡面其實也有15名呢 他們是取得了這個西級的教練證 那另外我們也有這個城市棒球隊來協助呢指導我們學校的棒球隊 然後呢也深入呢我們社區棒球隊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呢我們亞太訓練亞太國際棒球訓練中心 目前是由這個油培生技術師呢得標 在做後續的這個規劃的部分 那另外在體育經費方面呢我們也挹注給各公所 來做這個相關公有運動場館的這個修繕的部分 也希望呢能夠提供給我們市民一個很好的運動的空間 讓每一個人呢在忙碌的工作啊生活之餘呢 也都可以有健康的身體 以上呢是教育局的這個工作報告 那請各位議員呢指導 謝謝 感謝我們局長的報告啦 不像我們的議程開始啦 我們每一個議員統領 要那個執選的請麻煩市長 好 surve,請要去可以去哪 hatch 請我到達的請 陳語珍議員 十分鐘 謝謝主席 局長 我想請教一下 Heck, 至叫nezρέ 你好吃蛇 什麼阿爺 餘魚 16個缺額沒有補足 沒有補足 大概有快一半的缺額是沒有補足 跟去年一樣 怎麼會有這種狀況又連續兩年 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現在開資訊老師的缺額 很多學校都是 一方面是資訊課程的需要 一方面是網管人才的需要 所以學校的需求是蠻大的 但是我們如果從它的測驗的成績 尤其是它在專業方面的 資訊專業方面測驗成績看起來 來應考的考生 它的程度落差其實是蠻大的 所以今年的錄取分數是幾分 抱歉這個我沒有記起來 就是落差很大 比方說好的它可能就有八九十 可是差的它可能只有一二十分 那這個資訊老師考什麼 我們都是請資訊專業的老師來命題 我也沒有看過那個題目的內容 那它的考的方式呢 一般來講就是它是用這個 直做的方式 直做 對 就是它必須要上機 要上機 有嗎 先是直筆測驗之後它還要再上機 有上機嗎 局長你看你又不知道怎麼考的 直筆測驗 所以合理嗎局長 因為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考資訊老師然後全部都直筆測驗 合理嗎 這個我們在這個徵選小組的會議裡面呢 有討論過 就是說我們如果同時 因為我們當時討論是說 我們的那個題目的這個部分呢 必須要符合就是它能夠操作 這樣子的一個內涵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同時上機 是因為我們沒有這麼多的電腦教室 沒有這麼多的電腦教室 這是一個問題嗎 我們沒有辦法同時進行這麼大的 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嗎 這個議員這個部分呢 我想剛才局長你也提到 其實應該你一開始也認為應該有實作 後來你可能想起來了 可能那個過程可能因為 有一些問題很難排除 所以後來還是變成了 用只有考值筆 可是我們怎麼想都覺得說 一個資訊老師 他應該就是要有實作的經驗 現場你讓他電腦去操作 這樣才可以知道說他到底 到底能不能升任這個工作 而不是只上彈兵 只是他可能很會考試啊 考得很好 或是有的他理論他就寫得不好 可是問題是他可能操作上 其實是沒問題很厲害的 是可以升任這個工作 可是可能透過我們考試 並沒有辦法 去鑑別出 這些其實真的實作上很厲害 但是可能理論沒有那麼厲害的 這些老師們 可能因此他就錯過這個機會 這個部分是不是有可能去克服 未來應該去增加這個實作的部分 不要說每年考試 結果都缺額都大概快一半 表示我們有這樣需求 但卻沒有這樣子的 考不進來這些人才 我們台南或是甚至全台灣 沒有可以升任我們資訊老師的這些人嗎 我想不可能吧 是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兩年之所以都會有缺額 是因為之前的經驗 就是錄取了之後 有些老師他到教學現場上 他是沒有辦法升任的 那我們因為一個老師 到教學現場上沒有辦法升任 所以這個問題也有可能 你如果之前就可以先考一些電腦上的實作 可能他到現場就在操作電腦 那是不是他就比較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是 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會納到今年的這個校征 跟這個借聘的工作小組裡面 再來討論 就是說 因為已經延續 考了三年 第一年足的錄取 你們認為到了教學現場一些問題 第二年缺額也是大概一半 到今年缺額還是大概快一半 但是我們考試的方式都沒有改變 一樣是考 副試就是考他的數科表現 資訊教育及網路的應用實作 但是這個60分鐘 現場沒有提供任何的電腦 是用寫的 那實體是實體的這個 問答題的直筆測驗 然後再來就8分鐘的口試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樣的考試 對一個資訊老師怎麼去凸顯 他在資訊上的專業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謝謝議員的指導 這個部分我們會納到今年的 來考慮一下 而且其實我們正式錄取 大概30幾個 30幾個 但是34位 可是我們代理老師 就又錄取了大概 本來代理老師的缺額 其實沒有很多 缺額好像大概一位 結果後來是錄取了幾位 代理老師 資訊的代理老師 這個數字我會後再跟議員報告好嗎 因為其實為什麼我們會 就是沒有錄取正式而錄取代理的老師 最主要是因為 因為正式老師進來之後 他受聘了 那他以後長時間的留在學校裡面 那代理老師的部分 其實我們現在台南市的 這個規定裡面也有講說 優秀的代理老師 他是可以連續獲聘的 他如果表現優異的話 那其實我們每年開這樣的缺 我們代理老師考上的機率其實也蠻高 因為他也有教學現場上的經驗 那我想其實怎麼去解決 這個根本的問題 所以我想考試的方式 絕對是一個大的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務必在明年的考試 我們會在甄選的委員會裡面來討論 能夠來做一個解決 那局長你記得我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的時候我的總質詢 其實跟你問過這個制服的這個問題 那你當時答詢我的你還記得嗎 這個部分我們局裡面有訂出一個規範 訂出一個規範 對 有嗎 這個我請我們學府科楊科長說 議員報告 那這個我們在會議上有請那一個 什麼時候的會議 我們一個諮詢會議 有請那一個光華女中的 服裝科的主任也有列席 什麼時候開的諮詢會議 對 因為你們在給我的 我針對我去年的這個書面總質詢 你們給我答詢的這個內容 是包含說104年4月 104年5月你們有做了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最後就寫了洋洋傻傻說 你們以後要什麼維護學生健康啊 然後要按照標準 然後叫他們要洗衣服再去除甲犬 就講了這幾點 然後後續其實當時局長在面對我的質詢的時候 他有回覆我們說明年4月就是今年的4月之前要完成通盤檢討 來公佈 讓學校可以有一個參考的標準進行採購 結果到目前好像並沒有任何的結果出來 跟議員報告 陳怡林剛剛所說的 我們去年4月有召開這個諮詢會議以後 很明確的 我是10月諮詢的 對 我們是去年的4月 對 就是基於你們的諮詢之後 我還是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我來跟局長提出嘛 那局長也承諾說 今年4月要給我一個答案 結果到目前為止 其實你們沒有任何訂出任何標準 給學校去做一個參考 我跟議員報告就說 因為各校 各校會因為他的這個 第一個可能是他的這個服裝 他的功能性 各校 你們授權各校自主去決定嘛 但是我想當時我們跟局長討論就是說 那其實落差這麼大情況之下 還是應該有一個參考的標準 給學校去參考 那我是很不能接受說 到目前為止已經隔了這麼久 局長說4月要給我們一個答覆 結果到現在 其實都沒有任何動作 其實是非常離譜 對不起 我想我還是跟議員報告說 因為學生他的功能的需求 像有教授也是在報章媒體有報導 就是說他希望可以用巨肢纖維的 這一個材質對學生排汗性 西式排汗會比較好 那我們也有給學校說你可以按照這個專家的一個建議 是 我想大家的建議都可以啦 是期待說我們教育局能夠針對這個議題 能夠有一個詳細的討論 然後給學校做參考 那當時局長也有承諾我這麼做 我想局長當時你在面對我的質詢的時候 你有說4月會有一個 4月前會有一個通盤的檢討 跟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因為這個我們有找相關的學校 來包括國小 國中 高中 我這個時間我可能要再問一下我們科長 那我們在會議裡面其實有跟學校討論過 學校認為如果訂定一個一致性的標準 這個在執行上是會有一點困難 去看我們有問題 來我們要問他你在有理會運理念 感謝主席 我也是要請到局長 局長我相信最近科昆台都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我們教育部已經來決定 三年要來投入六十二億 要來做公佑的部分 是 布里哥我想要請教的局長 關係到我們台南市 我們現在的公佑比 元所大概比例是多少 我們現在在公司又這個部分是 38比62左右 38比62 對 就是我們努力要達到4比6 當然這個數字看起來有 負荷目情到有保的目標 但是我要請教局長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是元所的數量 合成的數量呢 特公佑的合成跟私佑的合成的數量 比例多少 我們現在目前是 如果以公佑的部分來講的話是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幾 二十幾啦 二十到幾 你怎麼知道 大概二十五 六以上 差不多啦 對 簡單說 雖然我們的這個 這個元所的公司比是符合四比六 但是不理睬了 在讀公佑的學生 其實減全部的學生不夠三聲啦 大概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二十五比七十五啦 大概是這個比例 等於是一個四分之一的機會而已啦 所以 但是 針對這個部分 特別是配合到教育部的政策 感到在每年多 甚至在接下來的這幾年多 我們有一個整體的計劃 可以讓我們公佑來增加的部分 我們有相關的計劃 應該要趕快去研究了 是 是 非常謝謝那個呂議員 對我們公佑這塊的這個關心 而且持續給我們鼓勵這樣 那我們現在已經規劃 就是我們106學年度 我們會增加14個公佑的據點數 那這個就是在 因為部裡面是上個禮拜的行政院院會 討論到的 其實我們市府更早 在我們市長的這個大力支持之下 我們在明年度的 106年度的這個預算裡面 其實就已經編列 市所大概都 現在有沒有計劃大概都在哪邊 跟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正在盤點 那我們當然是以這個公佑 這個入學比例 學生入學比例比較低的區 來優先來考量 跟大家來公告這個訊息 那所以這個特別拜託局長 我想每年到了要抽籤的時刻 我想自己去拜拜都會去拜拜 自己去祈禱的都去祈禱 但是不要為難上帝 所以如果近期可能 應該把我們有效的主委 放在很需要的這個地方 特別是公佑 我們一直在鼓勵生育 但是我們卻沒有一個優質 數量多又優質的這個公佑的環境 這樣子對於這些年輕的父母 還是說我們整體來說 要鼓勵生育政策 那是一個很不合理的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部分特別拜託局長 那我也跟議員補充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明年 對於這個2到4歲的幼兒這個部分 也有這個就是市長也特別 為了要剛才如同議員您講 很多年輕的父母他們需要打拼嘛 所以在相關的這個經費的挹注上 也有支持他們來做補助 是 謝謝局長 我接下來我要給你 請稿關於我們的超額教師的問題 我想我講超額教師的問題 我要請到局長 現在當然很清楚今年都 在國小的部分 這個學生人數應該已經 算是歷年最低了 這個未來應該有機會慢慢的回升 那特別是現在超額教師 比較嚴重的問題 是在國中的一個部分 那去年也發生了 國中的超額教師 有兩名老師 兩名的超額老師 到沒沒所在堂了 經過這個我看這個蘇利的判斷 可能未來連續六七年 你可能都會遇到 這個超額教師的一個問題 但是會相當奇怪 一方面我們因應少子化 所以在每個學校 可能或多或少都會遇到超額的問題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可能是因為有些老師 在請假還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也不斷地在請代課老師 甚至在補秀教學的方面 我們也不斷地在請外面的老師 就會造成我們整個教師任用的制度裡面 一方面我們希望這些老師 因為制度的關係 我們不斷地要把它按照這個學生的比例 不斷地從學校超額出去 但是另一所卻又要不斷地招募 這個代課老師還是從外面招募臨時的老師 進來從事教育的工作 這看起來很極端很不合理 不知道這兩個部份能有法度合併做處理 就是說 有可能超額的部份 那是可以跟這些老師來 來因為修改我們相關的辦法 來做補教室教學 或是來協助代課的部分 或是說這個可以來推薦 比方說共用教師或留用教師的部分 這個部分 這個我很想請問局長 不知道有沒有整體的規劃 去因應未來特別是國中的部分 未來長達六七年會遇到了超額的問題 謝謝議員 其實這個部分也是我們非常關切的 因為國小那個部分在陣痛期 大概比較過去了 那接下來就是國中的部分 那國中當然還有一個現象就是 因為他有分科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就是說如果是室內各國中有超額的部分 我們會優先的讓他戒聘到 就是原來要請這個代理代課的這些學校 也就是說我們降低那個代理代課的教師的比例 我們之前可能有控管 但是我們現在會一直降低 因為他必須要讓這些老師他們是能夠視財視所的去教學 那另外剛才一本您所提的 我們也在努力比方說我們也在研究 在教師員額的這一塊 因為現在是有法令的限制就是每班兩師 所以我們的員額編制都按照這個規定來進行 但是也許我們可以發展所謂的共聘教師 這樣的一個機制 其實在高中職這一端 教育部也研究了滿長的一段時間 就是有關於這個教師共聘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局裡面其實也已經跟這個校長團體 跟這個教師團體有開過小組的會議 來討論相關問題 如果實施共聘教師的話 那就有機會解決部分的超老師的一個問題嗎 那如果補救教學的部分呢 因為補救教學這一塊它算是在課後 它也沒有它目前的法規裡面 它沒有列入基本終點的計算 但是我想跟局長討論 其實因為局長你也當過女中的校長 其實我一直覺得補救教學留到課 其實相當的不妥 怎麼說就是說這個小朋友假設討厭數學 那他在上課上數學的時候 他可能因為不喜歡或沒有興趣 或可能他的這個某個程度 對數學的理解力敏感度沒有這麼高 他在學業成績上已經相當的痛苦了 那你又要把他留到課後 讓他多留下來去上一節數學課 我想那些課的效率一定是很壞的 一定是很壞的 所以我們可以來修科一個 共同修科一個部分 如果對到數學沒興趣的這些學生 或是說他明顯成績上比較落後的學生 是不是有辦法從各班裡面把它抽離出來 在其他的教室以他們比較適合他們的語言 比較適合他們的教學來做另類的補救式教學 不要把他留到課後 留到課後你就想你上課已經上了很痛苦了 你還要留在那裡多留一則課 你覺得那些課 你覺得很認真上課 不會認真上課 那個局長 每天我們理會咨詢的幼兒 我有一個建議 我們是不是幼兒沒有人弱勢的 還是單親的 先讓我們進去託 但是現在少子法很嚴重 有的人生四個孩子 三四個孩子 第三個 第四個要去託 說他要求求 雖然他不是弱勢的 他不是單親的 但是我們少子法這麼嚴重的時候 他那個教友身份 就是三四個 第四個記者都要去託 我記得兩三年前的時候 正班正在做局長的時候 要討論這個 說什麼 一個人生第三個 第四個 要託我們的公立的幼兒園 應該要優先讓他去託 記者像我讀到的 說都有生四個 要去託幼兒園 我們學校的記者都要託 他沒有託 都聽不到 對啊 這要感想一下 好 局長聲音 我補充報告一下就是說 他如果是生三胎以上的 他是屬於第二優先 就是優先你是弱勢的優先 他如果是生三胎以上 他只要滿三足歲嘛 他就是第二優先 但是有抽空呢 他是有抽 他生四個喔 這樣沒關係 阿伯有這種情形 你告訴我我會了解 對啊 他說都有抽空 抽空說公平 沒關係 抽不到 但是我說 應該是生第三個 第四個 對不對 你要讓他優先 你要讓他優先 不用抽嘛 你幾年有抽 就是代表都有名額的 好 了解 謝謝 好來請我們創委員 創委員 我優先把吉田報告 啦齁 你們驚副局長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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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叫你騎人不用緊張 有的六音大 我怕算 這好長來在聽 比較來爆 還是總結孫 在局處長 電視在轉播的時候 我比較來爆 齁 吉田 我們現在 民意都沒看到 我們勢力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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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高中 高工 高職 特殊學校 要改勢力 我知道有在進行 出了很多的校長 都在問 我個人的看法是怎樣 我不贊成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六都裡面 說的是我們財政最壞 這個校要給他 兩三萬都沒有錢 給人 到時候 到時候 這位 屬立在高工 高中 高職 特殊 學校 到時候有接到的 時候 我感覺 這是一種 很沒得到的 這麼沒用 這麼沒用 的事情 我們養人不去 養人不去 你知道我意思嗎 不是華議員 收拾一下 到時候 要兩萬塊 三萬塊 五萬塊 都沒有 那就是 這麼沒得到 這麼沒用 這麼沒用 這個靜電到哪裡 你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好 謝謝蔡議員 對於我們這個 國勢力學校 好聽話 不用說 你直接叫我講得好 這人不用跟我說好聽話 你對我影響不好 我知道你不用跟我說好聽話 直接說好 因為我對你也是非常尊敬的 你不要再跟我說好聽話 我時間有空 你說 所以我要回答您的問題 就是呢 我們這個部分 其實 要讓這些學校改例 我們先決的條件 就是教育部呢 他需要把 他現階段 給各校的 那個經費額度呢 必須要全數 移播 給我們台南市政府 我知道啦 這個是我們現在呢 正在跟教育部 談的 他後面 不是說這幾年已經有多少 他不好在 高中 高工 高時 他要怎麼取得好 我們的財政 老實說 大部分 和中央政府 一年 補貼 今年 420億 明年 430億 明年 420億 我們一年算沒有800億 要再 跟 孩子借57億 每年就失禮 每年就沒有錢 可以賣財 不得了 不得了 每年都不得了 這個好 不是說讓我們 取舊 我們就覺得很高興 他要怎麼取舊的好 六個裡面 我們台南市工商不發達 我是拜託你 你不一定做到後面 會再做 因為 我看來不錯 不過後面的取舊 要用你不用 我不知道 我是 在這幾趟做到時候 我的感覺 跟 立委 資料 你做了 每天要投資 才可以說投資 沒有 議員 我跟您報告 第一個 很謝謝您對我的肯定 好 我講 我針對這議題 你要讓我 說明一下 不是 我現在給你說明 你 我現在給你說明 你黏著 你 你自己去看 不是 我說我的看 你 今天是很順 不是你在跟我回答 我自己回答 你怎麼回答 沒有自己回答 你不用跟我回答 你是一個看不去外面的局長 你 你要再說 我說 市長 你要說 在我 四月五日六 工作報告的時候 我說 有型 你要說 我照你 來我 是 去 去 你說有型 要害我去 你有 你到現在 你有害我去嗎 你要說 有害我去嗎 因為 我跟您 這個我跟您報告 好 市長 你不用說那麼多 不用說那麼多 有害我去嗎 我跟您報告一下 有啊 沒有你不要說 你有害我去嗎 我們 我們 吳處長呢 有跟您約時間 他在哪裡 那一天呢 吳處長跟我講 我印象中 好像是 你不要拖子 好嗎 那我就跟吳處長說 我是不是可以不要這一天 因為我這一天另外有行程 因為我這一天另外有行程 你不要打話一下 我有印象規則 我問他沒有回答 我怕我去嗎 四月五日到九點 有去嗎 議員 這個呢 我有請 我們吳處長跟你約時間 你這個局長 今天不夠其他人做局長 來 我們 一百零五年九月二十 一百零五年運動佳年法 你有去參加嗎 下午提出班 你有去嗎 有啊 我有去嗎 有啊 議員我還有跟妳說好 好 我們兩個都有去喔 你如果沒有相信 我放 兩間大 你好 市長 你敢有去去貼務長 我們在辦公室那裡坐 我有去啊 我有去嗎 我有去嗎 我有去問你在那裡坐 有嗎 我站起來的時候您有進來 好啊 市長 我現在回想一下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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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坐我來看 這個時間很好 因為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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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妳不接我 我跟妳說 我等妳接我 四歲二五二人的九陣子 我跟妳問好 妳跟我說我沒有跟妳說 我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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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最不說 主席人做局長的人 這個議員 跟妳說有贏 我們要設備老婆老婆 討好泰哥的 運動設備害的 妳有百錢的會收不 正月期說得真 說後來 我跟妳來看 妳跟妳問財政的議員 看對一個 我們跟 局長 我們跟議員說 妳來接來看 我們跟她安排時間 我來四年開會 有時兩禮拜開一次 主管會不 蔡英 妳說要來看 我等多久了 報警長 今天當時 九月二幾 九月二十 加四月二五二六 多久了 半天的時間 特別我們兩個 看那個局長 我最想要等妳看 有期望 完全沒有 這人 跟我們說 沒個帥 因為妳要大局長 我看 我搬她 要請妳 妳這也不信任局長 妳說話也不算帥 這人 這屬立高公高中高市 我的建議 我們集中民意要做出來 差不多 不能再做了 不能跟她接一招 接著到時候 當時 特警委當時 當時 我們九月二十 接我們台南市二十 三十點三 一百坑五年多 尾準 全部的錢 差不多都九月二十 你接國立這裡回來 你養人會去賣 不要跟人想說要接 不是接了 我們台南市九月二十 高公高市高中 九月了 要用實驗設備 要蓋一下 什麼什麼 人都沒有的時候 我感覺 妳就 人家說的 沒得到 所以我建議 當然其中之事 你說 我 我個人 到時候 我感覺 我很久了 好像 剛才 剛才 市立的 特警備 這麼快 人家又沒有 兩萬三萬 沒有 特別國民黨 都要推我看是不用說 妳想我政治局長 我都知道 不然港黨的特務 你們集中的特務 不然港黨 我看是可能沒有 所以 一人 妳的感覺 妳當時要接 請問一下 那個議員我現在可以回覆您嗎 我沒有 我叫妳當時要問妳 不是要問我 我跟您報告 我們現在沒有設定說一定什麼時候接 因為我們現在持續在談 那我們呢 其實跟舊外部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他現在 國立學校 私立學校的補助款 這些錢 總共一年是多少 二十八十年 每年喔 不是一次給我們而已 每年都要把這些經費 移撥給我們 這樣子才能夠維持 他現在 就是學校的這個 所需嘛 包括人事費 包括教學 包括設備等等的 這個需求啊 所以 我們上個禮拜 國教署呢 國教署呢 也有找我們去談一下 我們的原則 就是 以接收前 一年 他撥給 就是 他合撥 編列 給 國立學校的 這些經費 為基準 說為了收而收 嗨 我們老委員不在現場 希望台北報告 我們保留 讓大家方便 有時候來來記記 我們請王佳蓁 王議員 十分鐘 那議員 等一下 我先保留 可以這樣嗎 可以 沒關係 我有那個管理可以處理 時間上來 好 局長 那 我是覺得本會 我們蔡議員 他所談的問題 是一個好問題 以我個人的意見來講的話 早晚 這些所謂的 原來的國立 一定要回歸到 我們自己的 轄區 相關的教育體系嘛 這才是直轄市的一個 本來就該有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說 已經進入第六年 第六年要完了 要進入第七年了 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 有一個明確的實成表 以安教育界的心 以讓大家知所依歸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他們應該算是 還難試的嘛 對不對 如果在 我現在就搞不懂了 我們變直轄市已經進入第六年了 快要第七年了 所以 女中也罷 一中也罷 這些過去的國立學校 都已經是我們 轄區內了 我有沒有弄錯 沒有錯嘛 對不對 他位置是在我們 台南市內 但是他現在隸屬的是教育部 對 但是 不是我們的嗎 我的意思說我們直轄市 不是 像剛剛我有沒有 拍謝 如果我台語的聽的能力 有落差的話請告訴我 但是我想我應該沒有聽錯 是不是 蔡議員的關鍵點在於說 我們現在沒有錢 OK 沒有錢的情形之下 會不會到時候 反而一個燙手山淤 我們山淤 我們沒有辦法甩 不能這樣講 這樣甩是不可以的 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得當 那局長這邊 這個是一個大事 OK 那局長這邊 您有沒有一個計畫 就像我們常講的 如果以我個人來講 不要老是告訴我們 這個夢有多美 你要告訴我們什麼時候 實踐我這個美夢嘛 對不對 否則我永遠做夢 你要我永遠不醒嗎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你剛剛想要回答的 你能不能告訴我一下 這個案子 你們有沒有一個規劃 是 非常謝謝王議員 在教育方面的關心 那其實呢 我們在國立學校改例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已經有組了一個專案小組 之前在100年101年的時候呢 沒有辦法順利完成 當時只有新北市完成 是因為當時我們覺得 在經費上其實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呢 當時我們考量到我們整體的財政的狀況 我們也不敢這個 這個按 就是說任意的 就是說我們把這些學校收回來 因為收這些學校是要負責任的 當然 所以呢我們現在從今年 大概 年初開始 我們其實 我們局內自己 就有再做一次整體的這個設算 然後呢 在今年的這個八月第一次 教育部呢 有來跟我們這邊洽談 就是說是不是有要這個持續的來談 那目前呢在談的進度方面呢 就是我剛才所報告的 他會把這個 他以接收的 我們接收的前一年 他合播給各學校的這個經費呢 他會全部的移播給我們 那另外呢 我們其實還在爭取 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國立學校 有所謂的校舍的改建 有所謂急迫性需求的這個工程經費的這個申請 那我們上禮拜五我們去國教署 我們也特別跟這個教育部提到說 他應該要把這些經費都要列入移播 這樣子的一個內涵裡面 因為這樣才能夠顧及到所有學生他的受教的品質 那當然也不會造成我們市府在財政上的這個負擔 好 局長 基本上來講 你答的我想我都抓到了 在於說 我們已經第二屆過一半了 這個所謂的原本國立的 應該我們要把它帶到我們整個直轄都裡面來 它應該要有進展 這個進展 關鍵點在於錢 對不對 在於說我們養不起 我們沒有辦法承擔 就是說 好像這個生算是誰生的 我們現在就要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能不能夠在這一屆任內 就是賴市長任內 我們這個案子能夠很明確 就是說我們能收回來嗎 當然其實是 照規矩來講的話是我們的了 不能講說是我們 就是說我們的責任 我們的擔當應該是要拿回來了 對不對 可是 可是因為我們這個預算 這個大家財政的關係 我們認為中央政府應該要給我們該有的關懷 給我們關懷最好的做法就是給我們錢嘛 對不對 讓這些孩子仍然能夠茁壯 仍然能夠那個 但是教育它本來就是一個延續性的 它不是今年明年而已 所以你剛剛講的希望他每年都要 讓我們有把握提播出來 那因為 我常常拿這句話出來講 賴清德市長講得很好 他說現在是民進黨中央了 所以要錢要的很容易 那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教育這種錢 絕對是應該捨得花 應該是要認真去為我們地方爭取 台南的教育大家口碑都很好 錢一陣那個民調 我們都傻眼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你有沒有辦法有一個計畫表 不要說今年今年都已經要過完了 在賴清德第二屆任內 我們這些國立的 所謂過去國立的 變成直轄式的學校 能夠慢慢的 你有一個行程表嗎 有個計畫表 我也不要講說你是不是怎麼樣 可是到現在為止你們不要告訴我們 我們都在談談談 現在是民進黨的中央政府 民進黨不愛教育嗎 民進黨洗腦台灣教育 洗腦到現在什麼都拿去了 我相信他樂意為教育付錢 所以局長 你能不能給我們一個承諾 我要求你給我們一個計畫 就在賴市長任內 這些國立的學校 他們怎麼樣 漸進式的在預算方面 在跟中央政府的談判方面 是能夠如願 開個玩笑話 本來就是我們台南人 本來就是我們台南的孩子 回到我們大台南都的懷抱 是 跟議員報告 您剛才所說的也是我們努力的 這個目標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就誠如您說的 今年因為已經年末了 所以不太可能 那如果以這個新北跟台中的改例 它原則上都是用1月1號 所以106年的1月1號呢 應該也是來不及的 我們在相關的預算裡面 我們也沒有編列 106年也沒有編列這樣的經費 但是就誠如您說的 我們會再努力 局長 不好意思 我這邊要強調一點 不要給我們用形容詞 給我們用動詞 就是說我剛剛講的 你計劃什麼時候可以執行 有一個成效給我們看 你剛剛講說我要努力 我要怎麼樣 不好意思 這個都是我們激勵自己 OK 告訴我們 你們能夠執行多少 對不對 你看像財政局 他很勇敢啊 我們今年提升多少 明年提升 就是一個很明確的 我就是要這樣做了 管你怎麼說 所以我的意思說 教育這個議題 我們台南鄉親 大家都很在意 告訴我們 能不能夠 有一個確切的日程 台南這幾個知名的學校 您要知道局長 以後變成所謂的學區制嘛 對不對 所以那些學校附近 昨天還講會房子會疊價 根本不會跌 那但是呢 他們的切身未明到目前為止 所以我要求局長 能不能夠給我們一個表 明年你說來不及了 但是本來政策也是延續的嘛 那什麼時候 有一個行程表 他們能回得來 或者你至少先做一所回來嗎 還怎麼樣嗎 跟議員報告好 因為現在教育部的規劃就是說 要接收的話就要所有學校一起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談的過程當中 需要照顧的面向是比較多 像普通高中也許單純一點 職業學校特教學校 它的類型就不一樣這樣子 那您剛才所講的那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目前為止跟部裡面是正式 應該算是一次溝通 然後一次是有正式的討論這樣 那如果說我們進程快一點 當然我們是希望說 在明年年中的時候 中間的中 大概是就是1060年度開始之前 看能不能有一個定案 這因為我們會這樣想也是考慮到就是說 經費107年預算的編列這樣 定案的意思是 前中央政府的錢的預算 要把我們算進去嘛 對他談妥了 他等於是很容易地區 他會再談妥了 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會這樣幫助 但他請問人家 請問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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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样我们国务好久没在现场 我们先保留下来请我们旅退支李议员 10分钟 谢谢主席 我想先请问一下这个局长 这个前两天教育部到行政院去做了这个报告 有关所谓的扩大公佑扩大幼儿托于公共化 这个设施 单纯看这个报纸的标题说 在这个四年之内要增加公佑一千般 这到底是怎么增加啊 因为里面特别提到是要从公共化非盈利 这你们要怎么去争取 跟议员报告我们也是就是看到这样的媒体报导 你们也是看到媒体才知道 因为部里面没有跟我们各县市有过就是相关的沟通这样 那我们看到一千般 然后他里面的内容又已写说以非盈利幼儿园 这个部分为目标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上呢 我们其实也有跟就是我们业务课同仁 也有跟部里面的这个承办人电话联系 就是说他其实应该非盈利这个部分可能要因地制宜 因为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成立非常多的这个非盈利幼儿园 而且非盈利幼儿园 到底什么是非盈利幼儿园 你可不可以跟市民朋友跟我们本系所有同仁报告一下 是所谓的非盈利 如果用他的这个字面上来解释的话呢 就是他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然后呢原则上这些呢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委托办理的 一个呢是他自己来申请办理 那在台南市的辖区内有多少这样的非盈利机构 我们目前有三个非盈利幼儿园 一个是安定的直家弄幼儿园 一个是雪甲的慈母幼儿园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安南区的朝日幼儿园 那我们是每年成立一所这个非盈利幼儿园 那你首先还要再找到这个有意愿来办的非盈利的法人 来办这样的非盈利幼儿园 然后同时要找场地要有开办费 这样的中央的政策你们地方到底在作为地方的这样的一个 幼教主管机构 幼教主管机构 你们要是不是应该跟中央好好反映一下 我们的需求 比如说人口密集区 人口密集区它也许是聚居的 所谓的不一定是所谓的这个大都市 那乡村的聚居地 也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本来就有国小的地方 那为什么还要去非盈利幼儿园为主 公立幼儿园为府呢 我们直接在公佑下去 每一个有需求的 我们去评估这个地方 比如说每年抽签抽一大堆的 就让它争一班嘛 那为什么还要再去找地方去开办 那你不是多开钱吗 部里面呢之前在推这个 非盈利幼儿园的时候是特别提到说 这样可以提升幼教的品质 最主要是原来他们可能都是私幼 那部里面对公佑的品质没有信心吗 因为它是说私幼这一块如果可以转型为 非盈利幼儿园的话 那它的教师的薪资 教保员的薪资可以提高 你如果是一个幼儿园的老板 有什么诱因要你去转为 非盈利的幼儿园 所以也跟议员报告 佛心来着 我们这几年在推非盈利幼儿园 其实也承受很大的压力 因为每一个县市都有被列管 不是这个很奇怪嘛 本来它有团体 如果不管它是宗教团体 非盈利的团体等等 它有想要投入幼教这一块 那他们可能就会去找地方去 这是一个民间意愿的问题嘛 你们或许可以去 定一个奖励或补助的办法 来去协助它嘛 那有定这个办法吗 现在只是在那个 有没有 就是 目前没有 经费的负担上面 就是政府有补助这样 好 那今天我们真正的需求 其实就像我们本期刚刚所说的 我们本期 我们需求的就是在这个 人口聚居的地方嘛 那它本来对这个公佑就有它的需求嘛 那不然如果没有需求 就不用在那边抽签 在那边增了头部血流嘛 那刚刚比如说像刚刚主席在提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连生三胎四胎的这个 都还要再去抽 那表示说我们的公佑确实有这样的需求啊 那今天 就像你说的 因地制宜 如果说你连一年辅导成立一家 非盈利的这个幼儿园 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那这未来四年要一千班 那又要以分盈利的为主 那岂不是我们这样子 岂不是看得到吃不到吗 那你不能说单纯说是啊 你要明确的比如说 你要明确的去提出声色的计划 你评估过了 比如说我们新盈可以哪里 可以设个两班三班几班的 哪里这个白盒 哪里可以再设个一班两班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明确的提出我们的需求 然后明确的提出我们的需要的经费 去跟中央说 你一年若子给我一所非盈利 那我最多装个几个 九十个小朋友是不是 对 看班级数 那他们设计的是这样子嘛 那我这样子立刻用现有的公佑去征班 我立刻可以服务更多的家庭 那你这样子所谓四年一千班 甚至更多的这个目标 才有办法达成啊 那是不是可以 本席看到这个新闻 本席立刻在我的脸书上面就贴 台南市政府交易局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的意思就是说 就像你刚才讲 你有没有因地至于去提出我们台南市的需求 告诉中央说 你哪里可行 哪里至爱难行 那我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跟议员报告 因为我们之前也曾经盘点过 为了要了解我们所有的各行政区的这个幼教资源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资料的 那现在呢部里面他最后他在新闻稿里面有讲说 相关的部分呢 会再邀请各县市政府去研商啊 所以我们呢一定会跟他反应 趕快 因为现在已经十月底了 到明年学年开始 只剩多少 八个月 只剩八个月 那这要再去籌设 你如果正常一个 不管是盈利非盈利的机构 要去籌设一家幼儿园 八个月够吗 不够嘛 很简单的道理啊 赶快提出我们台南市的方案 去在公佑里面征班 来提出我们各行政区的需求 这才是正本清源的做法 是是 谢谢议员知道 另外 在大概两三年前 这个教育局有一个规划 要把各学校所有的学校的官网 要全部集中到这个 教育局的这个主机上来管理 本席那时候特别有咨询 当初你们的规划 一个学校的空间多少 共用的平台是怎么样 现在到底设备已经买了好多年了 那结果到底学校的官网 有没有都进来了 有就是学校现在是本身自己没有设计房 你确定 你确定 你确定学校的官网没有在学校的server上面 本席是问过很多校长喔 我从我们的资料上看来 要不然我会请我们资讯中心主任 那你的资料显然有问题 用虚拟机房的概念 本来就是虚拟机房 我们当初就是要这样做啊 结果咧 结果现在学校还是自己在管自己的官网的server啊 那这样要做什么 另外一卡通的事情 去年大家都整个议会都咨询过了 我们整个资料进来 就是学校最多协助什么 学校要协助的当然是取得家长的各资同意书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去输入的工作 就是一卡通公司该负责啊 那现在新的学期 新的学年开始了 为什么各个学校还在自己做更新 异动自己在那边Key啊 跟议员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是因为学籍系统 去年我们是请学校 把这个 就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学籍系统里面 局里面学系统里面 把资料捞出来 那请学校呢去做这个教队的工作 那但是去年执行上 后来我们开检讨会的时候呢 很多学校就反映说 因为这个教队工作 其实比他们原来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 还要来的反复 那教队的工作 教队的工作也是学校要做吗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有一些是 就是说 应该说很多学生的资料 其实是学校 我现在再跟John沟通一次 这个事情 学校协助他取得了 取得了这个家长的各自同意书之后 应该就是由自运中心 把学校的这些异动或者是新生的资料 撈了之后传给一卡通 这样就好啦 对我们去年是去年是这样做的 那那那今年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去年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资料上的错误的比例很高 所以我们再回去 应该是说学校他在建制那个学籍资料的时候 可能就有一些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议员指导 谢谢 好 感謝我們女帝子 來 換我们那個張士賢 中西 中議員 10分钟 好 謝謝主席 那个村市長 我們選手尊重 你怎么有尊重本生 請議員指導 你敢有在尊重我 議員對你很尊重 你在尊重我提示案 中山 那個外董中心 我師父也跟你講 你都不在參考 你若不認識公文跟我回 你有在尊重我 我可以請我們秘書室林主任 給你回答一下嗎 我有跟他交代過 你跟他交代而已 工作都沒做 你有在尊重我 哪一位 聯絡過 哪一位 你有沒有 你覺得有什麼聯絡 沒有 交代你交代要辦三個月 斷來 明日你剛剛在 沒要緊 那雖然地板不一樣 沒要緊 要先跟我回答嗎 你如果在西南部 跟這個政府 議會 誰要做什麼 當時民政局會我們 我們有把那個資料 提供給民政局 因為民政局 因為這個是民政局會我們 我們有把相關的資料 提供給民政局 你覺得 你覺得把本省聯絡到的 你覺得 你當時的尊重我 多久了一個會期 你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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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沒力 我 你有在尊重我 有在尊重議會 黑白來 市長 我先跟你聲明一次 趕快辦理 可以不可以 你趕快處理 好 那個議員 我跟您報告 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跟民政局那邊 我們就是 我再去找民政局 好 了解一下 我跟他講過兩遍 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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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這要去多重量 應該是民政局 土地就你們的 所以這我會再 你土地不用實 你也要跟他講 那不用實 算我怎麼問 協調一下 你也把本省回答一下 好 是 我剛才沒辦法去 對此理名交代 好 這我會再來了解 謝謝 市長我問你 我們 我們 市立的 優定 跟公託 跟宿託 又是行比較多 現在都好像 幼兒園 現在沒有託兒所 好啦 就幼兒園 市立比較多 公立比較多 我們現在市立的 比例比較多 那是怎樣 一個政府 我告訴你 真的好好 都沒有孩子 那是怎樣 不可以 我們市民 來鄉市 政府照顧 設備 更好 讓這 不用再 去市立 讓公家 費用更多 我告訴你 要公立 會 去 要公立 還要用 貼車賣 我 賣 那 要去公託 就要用貼車賣 市長您跟著結束一下 議員跟您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之前在國家的交友政策裡面 它是沒有把柚頂峰列入 你看九年國教就是由國小開始到國中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小公立的柚頂峰這部分 它的素量是比較少的 我告訴你 市長 對六千塊這個政府你沒有信心 要照顧八歲 我跟議長報告 我們現在在那一百零六年 有要增加公立的柚頂峰 公立的要增加 是 輸出啦 還是說現在九號這麼軟體 都要改進 不知道有哪個競爭 費用下去 現在不敢生氣 就是因為九號費用太多 所以議長我給你報告兩方便 一個就是我怎麼給你報告 我們明年度一百零六年 一百零六行年度 有要增加公立的柚頂峰 另外一個就是 對這個小孩 兩歲到四歲的小孩 我們對他的這個 特柚頂峰的補助 也要增加 主要就是議長你跟我說 說家長是好 我要跟你說 腳步要緊 公立的 要穿腳好的 讓家長有信心 來這個公討 來這個 給你們家有用 家有用 我告訴你 這是我們學時代 國家的同年 現在 我說 後年多 要關幾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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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沒關係 要關幾間 關幾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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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料 一年的這個學生 現在我們學校 是都有照到的 學生 因為現在九步 他有在研究 對他說 這種 把學校 變成 分校 分班 他要研究一套 制度 減學校 市長 我要跟你說 教長 那學校 如果減了 老鼠也減了 那資料 連貸款多少人 我說 你不可以 第一點 不能費校 我說 輸出用比較多 沒關係 要一台 教育 讓他們福利更好的 對我們公立的學校 比較有信心 那 輸出的 我說 輸出不好 費用太多了 是 所以為什麼 我們這幾年來 我們都沒有 財幣學校 就是因為 我們也覺得 公立學校 有存在必要 市長 我問你 這些小孩都在 學校 這些小孩 我告訴你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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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小孩 比如說 一些貧行 還是 行為 這部分 這也是 教育 很重 所以 我們現在 有什麼 學校 沒有 但是 像 我去參加這個 廟會 都是這些 都是這些 你聽我意思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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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慘喔 還要慘 這腳這個腳也要去看 你還要慘死 還要慘喔 我們教學的目的不能把孩子做標籤 來請我們蔡一支蔡議員 時間10分鐘 我先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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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說蔡一支 蔡一支議員 謝謝 謝謝主席 這邊我想請教一下 好像我們的社教科長退休了 新的社教科長 我到現在還不曉得是哪一位 是不是可以介紹一下 跟蔡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社教科 是由我們王小慧王專員來代理 王專員 是王專員 那我想請教一下王專員 王科長 這一次 好像下個月份就有全國的這個語文競賽嘛是不是 那全國的那個語文競賽 那麼現在我們語文競賽已經在開始做訓練做培訓的工作 尤其是在我們原住民這個區塊 我想 我想請教一下那個專員我們現在原住民目前在做的這個 就是現在在做的這個精進班 我不知道是因為是要應付這一次考試 這次比賽的這個來舉辦的這個精進班 或者是要準備做這個認證考試的這個準備工作 請專員回答 謝謝議員的關心喔 那報告一座 我們每年因為全國語文競賽 我們都會安排集訓的計畫 主要是希望說透過集訓 再把我們的實力再更增強來取得更好的成績 所以我們這次的每年的集訓 主要都是為了希望我們的競賽可以拿到好的成績來做準備 這個集訓是只有原住民這個部分嗎 報告一座沒有我們其實各個的那個 因為他的語文競賽是包含了那個閩客員 所以國閩客員 所以其實每個項目都有包含在裡面 那麼這一次的這個 科長你了解這一次我們的這個原住民的這些 參加比賽的代表是包括哪些個族群 你知道嗎 報告一座因為那個原住民的族語別相當的多 所以我沒有一個一個記下來這樣 不過我們都會把這些族語別的內容都把它放在裡面 當作是我們集訓的內容 是那但是呢 因為你這個這個學生代表 分各區 這個我不知道你們到底是 準備派多少個族群的這個學生代表 那麼這樣子相對的話 你就是要有相當的這些族群的老師來做 教育局這邊也都沒有派人去關心過他們 那我不曉得 教育局這邊 這個應該是社交科的這個業務嘛是不是 那有沒有派人去關心過他們上課的情形 跟一座報告 那因為我們集訓的場次很多 因為也蠻密集的 然後因為那個語言的類別也很多 所以其實我們都有盡可能的能夠去關心 去了解的都會盡可能的 同仁都會過去看一下 那可能在原住民的區塊我們應該也是有去看 只是說可能次數沒有說沒有辦法非常的頻繁 那這個部分我們今年會再做改進 我們目前其實也已經預告了我們的集訓的時間 那這個部分我們今年會再加強再做改進 謝謝一座的關係 不是已經開始了嗎 對我們已經已經有公告一些相關的時程 對 已經公告了是還沒有實施嗎 對最近要開始實施了已經先公告了 不是喔好像已經上課一個月了喔 但是那跟一座報告詳細的時間我會再做查詢 那因為我目前的印象是我們其實有預先公告 因為有這個家長反應就是說 他不要給這個老師教 為什麼都沒有看到老師 像這樣子的話如果是說只有一個學生 或者是呢這個散步在別的比較遠的地方的話 老師應該是會到那個學校去 如果是說距離很近的話 應該集中在一個一個學校這個集訓才對啊 是不是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想請教一下 這一次參加比賽的這些指導老師 是不是都有給他們做這個代表隊的這個制服 跟一座報告就是我們代表隊的服裝 我們從102年以來都是只有給選手的部分啦 指導老師是目前是沒有發放 指導老師沒有發放 對 那為什麼每年都是為了這個指導老師的這個衣服都在那邊爭執 有的時候我真的是很困擾就說 有的學 我不曉得是不是學校給指導老師 自己學校有代表隊的這個學校給指導老師準備 或者是你們教育局給這些指導老師準備這些代表隊的服裝 有沒有這回事 跟一座報告我們是服裝的部分是統一來處理 因為也考慮到整個代表隊的一致性 所以我們是教育局這邊會統一處理選手的服裝 那既然是考慮到這個代表性的這個一致性的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這個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有多少人啊 是非常多嗎 這個我們還沒有去做精算 但是因為常常遇到同一個指導老師其實指導了很多的學生 所以這正確的數字我們會再核對一下資訊策上面的人數 對 他一個那這樣子一個指導老師他可以指導很多的學生 那麼有些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話這個經費就可以減少很多啊 既然有的話有的指導老師有這個服裝 那麼為什麼教育局這邊呢不編這個預算 讓全部帶隊的老師參加這個這個指導老師 都能夠有這個衣服 有這個制服大家一致性的一起去參加比賽 跟翼座報告就是其實我們一直也很困擾 就是其實我們帶隊出去的代表隊 有些指導老師沒有出席 可能因為自己另外有行程所以沒辦法出席 那很多時候有一部分會都是家長陪同學生來出席這樣 所以其實會遇到家長的身份跟老師的身份 其實會有一些難以認定的一個狀況 所以會變成我們之前早期發放的狀況 就是遇到有關這個身份別的一個爭議 所以之後從102年開始才只發放給選手 主要是因為有這個隨隊人員他的身份 其實不一定是指導老師的狀況會產生 所以說就所有的指導老師都沒有做統一的制服 就是 對 目前的做法是這個樣子 現在就不是比較困擾就說 因為有的老師有穿 有的老師沒有穿 那麼現在他們的問題就說 其他族語的老師 其他語言的老師 包括課語 包括我們其他的演講比賽的這些 除了原住民的這些指導老師都有服裝 那只有 唯有原住民的這些指導老師沒有這個衣服 我就是想要了解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 我希望說說在這邊做一個明確的說明 好 讓我們才能夠 替我們的主義老師有所交代 我想我來回應一下那個 蔡議員這個問題 其實蔡議員已經多次 跟我提到這個內容 那其實我們是從102年之後 我們所有的指導老師 不分他是指導哪一個類別的老師 他其實都沒有 就是提供這個服裝的部分 因為我們主要是 我們一大群學生帶出去 那要做這個學生安全維護 跟這個就是辨識 所以我們是以學生為主體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絕對不會說 某些類的指導老師有 某些類沒有 好 謝謝 謝謝 鄉台北報告 我們待會兒 賴會員 賴議員 咨詢之後 校訓五分鐘 我們會在議程到12.10分 到12.10分 因為中間有盡量 大家盡量說 因為那有兩天的時間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讓你們說 請我們賴議員 10分鐘 是 謝謝主席 那個教育局局長 市長 我看到今天 自由時報 他看了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 我們台南的首例 四季 那個就是春夏秋冬 四個 四個協企的一個實驗小學 就是我們的 虎三國小 虎三國小 是 對 他8月24號開學 然後已經進入最後一週了 對 那這整個實驗小學 有幾個學校 我們105學年度 開始辦理的有三所學校 就是您現在手上 這個虎三國小 可是我的資料是有四所學校 我跟議員報告 就是105學年度 開始辦理實驗學校的有三所學校 那另外呢 新營區的男子國小 他的確是已經申請通過 但是當時呢 學校是跟我們請求說 他們是106學年度 開始要辦理這樣 所以他今年還不是 他是明年106學年度開始 為什麼學校他跟你 所有三所學校 可以是105年 同時就是同步開學 那為什麼男子國小 要在106學年度 才開始啟動 這一個實驗學校呢 是跟議員報告 是不是經費上的一個不足 不是經費上的問題 是學校希望能夠在校內呢 在課程的發展上面呢 可以有更這個全面性的 更多元的這個規劃 因為我們呢 如果辦理這個實驗小學的話 除了我們 局長我想 前面那三所實驗小學 可以105學年度開學的話 那他們就是在課程的內容 其實基本上是不夠豐富的嗎 所以我覺得你這樣的回應 是有點奇怪 那我想這個我們 事後我們再來討論 因為 西北 剩下的東西字眼已經不多了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期待 期待你這個實驗小學 這個男子國小的英文跟義文的 就是這個實驗小學趕快啟動 是是 還有校長我想請問你 請問你 就是說全部 全部我們230所大台南市的 那個國中小學校 那我們的校衛警有多少人 跟議員報告 我們目前呢 有校衛警的應該有60幾 50幾所 誰可以回答 那個林永祥林主任 林主任來 有幾位校衛警 五十六位 五十六位 那你一年編了校衛警多少的經費 朱衛警現在是 只有原來的男士才有 其他都是我們改為 我們的那個 在台灣縣就是 你編了多少的錢 給校衛警 你講得非常好 那個 我想 就是講得非常清楚 這五十六位校衛警 全部 分配 分配在原來的台南市 那原來的台南縣啊 靠工友 工友欲缺不補 靠替代役 替代役的替代就是 一年來來去去 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呢 有沒有 我們用保全系統 原來台南市 這個問題一直就是 存在了 學校的校園安全問題 這個也是很多 我們的議會同仁關心的 好你請坐 局長 你在今年 你在今年編了 四千七百九十八萬 準備在兩百三十所學校 加強他的監視系統 還有他的感應式照明 對不對 對 我跟議員 這個都是 舊瓶新莊 因為本來的校舊就不好啊 那你只是在強化 你只是在強化這些 舊的監視系統 你把它維修 我先跟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這個 駐衛景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原台南縣 據我的瞭解應該是在 陳唐山縣長的時候呢 就陸陸續續就欲缺不補啦 那我們現在呢 像剛才 因為你有提到說 那個工有出缺的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現在工有出缺 每一個學校只要一名工有出缺 我們就補助給學校 十八萬元的經費 去可以請一些 勞動替代的這個人力 那您剛才講那個四千多萬 這個十八萬 每一個學校就是 他如果工有出缺的話 那你編了一個十八萬的經費 給他 就是用一個替代的人力 那事實上 這個十八萬 好像顯然 顯然是不足的 十八萬 你一個月要分配他多少薪資 我們一個月是 1.5萬 1萬5 好 1萬5可以 申請到一個 中壯年的人 來做這個保錢的工作嗎 顯然是不足的 局長 我想電子圍裡 在去年 去年在 5月30號的時候 因為我因應了 劉小妹妹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一直跟交易局 就是做一個 做一個建議 就是說 是不是你應該要考慮 電子圍裡的一個示範 可是顯然你們給我的回應是 電子圍裡的系統發展 尚未成熟 就是說 你認為電子圍裡這個系統 它其實基本上 是不是各種條件 不是非常適合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今年度 我們也有 這個 你有示範七個手 對不對 我們有 你示範了七個 七個學校的校園圍裡 可是 這個很糟糕 你編了一千七百萬 然後 不是 你沒有 你不是這個七手學校 不好意思 你有七手實驗的那個學校 是辦這個電子圍裡 可是 在我們西北 竟然只有一首流行國中 所以在這裡 我講了這麼多 我就是要跟你講 教育的資源 還是 重南 清北 我們西北 在教育的資源上 其實 是非常的缺乏的 所以你要告訴我說 從陳塘山縣長到現在 這個是一個延續性的 本來沿台南縣 就沒有 那個校衛住井 來維持這個校園安全 可是 我想你的整個教育的學金力背景 是非常優秀的 你可以補進來啊 你可以補進來啊 那如果像你講的 電子校園 他的發展 是不是到很成熟的一個階段 那我以台中市政府為例 他今年編了一千七百萬 他要做二十個學校的一個示範點 欸不是喔 不好意思 是八十三個學校的 作為示範點 等於是一個學校的一個電子圍籬 就大概花掉二十萬 那我想台中市政府不會這麼笨吧 是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是有十所學校 這個試辦 那最主要的目的 七個學校還是十個學校 十個學校 十所學校 那因為陸續還有增加 十個學 十所示範的那個電子圍籬的學校 對 你把它幾個是放在西北地區 除了柳營國中以外 還有哪一個學校 目前呢就是柳營國中 那為什麼我們會責定這幾所學校 一方面是學校自己有評估 是屬於這個比較屬於校安熱點的地區這樣子 那第二個是呢 我們為什麼做試辦 就是希望說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我想局長 你說這個學校自行的一個評估 柳營國中他可能在治安上 認為他有迫切需要這個電子圍籬的一個設施 那你是不是有另外一個考量 如果在大型學校六百人以上的學生的學校 你應該找一個這樣的學校 來做一個電子圍籬的一個 嘗試的一個點 謝謝議員的指導 這個我們會列入考量 因為我們當時我們編列 市府編列相關的這個預算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沒有把這個電子圍籬排除在外的 但是學校的申請還是以這個 可是我跟你講局長 你已經慢了兩年了 這個議題本席一再的跟你提醒 一再的跟你提出 那顯然你的動作太慢了 我就跟你講 台中市都編了1770萬 要在83個學校裡頭做一個示範了 結果你還找 你只找出來10個學校 那10個學校裡頭 竟然西北只佔一手 其實跟議員報告 那你要知道 所有很大的一個校園安全的困境 其實是集中在西北的 因為為什麼 西北沒有我們的那個校衛警那個住校 那你光是靠保全的話 其實他是有一個治安的一個防護的一個漏洞 所以我想說局長應該加把勁 我們應該趕快把這個進度趕上來 還有你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的時候 本席建議你其實在沿台南縣這一邊 基本上他的就是等於就學 還有就是說家長的這個設計地位 是比較低的 那他的資源會是比較少的 所以應該把更多的教育資源放在西北 讓西北的一些民眾還有家長 好 消息五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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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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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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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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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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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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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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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